小孩子招批 該保養腦部照樣媳女出遊 你知道嗎 小朋友他們好奇心很重 他們永遠有十萬個 為什麼 他們的想像力是很豐富的 他們的期待值也是很高的 那我覺得身為父母 我覺得我們的責任 應該是給他們很多接觸 跟正面的教育 嗯 不錯不錯 李契榮在說的 什麼事都有在聽耶 今天呢 在兒童樂園 請自為女兒示範 自己的露燥自己親 欸 超級正面的有沒有 像這樣踏踏實實 不講話就對了啦 老鳥 我怕媽的就是一個 傷害的機器 小孩子昨天大鬧 大假光臨阿美演唱會 率新標誌 再度被網友圍狡 這時期挺李倩榮 也是說被便宜的包包 就比較有禮貌 看僵話那麼大聲 都選擇智商不高後 小孩子教出的最新代表作 文化工作者官人健也控批 小孩子該保養的是腦部 而非音部 欸 不過小孩子 三大姐今天是忙著戴的 Alice 在兒童樂園玩啦 剛玩了什麼遊樂設施啊 我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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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什麼 還有人子汽車 上下上下 因為他先到 一個一百多分鐘的外套 很辛苦 真的背很辛苦喔 還好 哇 太幸運了 小孩子啟動有問必答模式 不好意思啊 問一下時事啦 不好意思 會不會後悔停李倩榮 拜拜 那個有 好 再一題... 有網友說 經過這件事情 你會不會 是不是應該自我反省 就是沒有辦法再評論時事 拜拜 對於網友這個說法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講 最近跟他們還沒聯絡 謝謝 拜拜 拜拜 訂閱我們 讓我們 拜拜 自己也來自有吧